2018年 广西摆设的一个小山村 在驻村第一书记的带领下 脱贫人数全震第一 村之书周昌湛至今还记得 当年三月 他和这位驻村第一书记 初次见面时的情景 刚刚见面 我心里一下子咯噔了一下 怎么是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叫黄文秀 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 一直在摆设市委宣传部工作 在村里选择住处时 黄文秀主动提出就住在村部 说这样方便村民能随时找到他 但一开始来找他的人并不多 他进门我们关门 不让他进来 因为他 我们怀疑他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 做不了的 我们不相信他 面对猜疑与拒绝 这个年轻的女孩 有些手足无措 她在自己的日记中 这样写道 我是我们村 脱贫攻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我还不够勇敢 看到村民为乃琴的孙子 快一岁了 还没上户口 黄文秀便跑到镇上 帮忙办理 得知贫困户梁家中正为两个孩子的学费发愁 他立刻帮着争取相关政策 他说两个儿子都一万了 一路之外 我们帮人信心 就这样 住村两个月后 黄文秀一步一个脚印 弄清了全村所有贫困户的地心情况 在日记里汇成地图 想帮乡亲们挖掉穷根 还得靠发展产业 百尼村很适合种砂糖菊 黄文秀和村干部商议 推选种植大户搬桶帽 当致富带头人 没想到 却被他一口回绝 那时候我们这个路相当难走 到季节过的时候 我全部掉到地下来 一个人卖不掉 黄文秀听完就往县里跑 先是申请下修路资金 又到农业部门请来专家 给种植户们培训技术 跑了这么多次 我说真的是被他感动 仅仅一年 百尼村砂糖菊产量 就从六万斤飙升到五十万斤 看着雷雷果实 班图帽兴奋之余 又开始为销售担忧 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 摘采摘时 几位批发商 空降般地出现在他面前 然来 黄文秀在昼夜不停地 通过电商服务站 联系着买家 发布着广告 这一年 跟班图帽一起干的村民 有四家收入超过了十万元 我们卖了十五六万块钱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机位 我们已经等了待久了 把卖国的钱 来一部分把这个房子装修 毛皮房我住了十三年 但没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天天做工 但是我们都几乎 看不到希望 大家信赖他 都想跟着这位第一书记 做更多的事情 然而 乡亲们谁都没有想到 他们再也见不到 这个美丽又爱笑的女孩了 2019年6月17日凌晨 黄文秀在返回百尼村的途中 遭遇山洪 不幸遇难 年仅三十岁 真的一点点不幸遇这种事 黄文秀牺牲后 当地干部到他家里慰问时发现 黄文秀家三年前才刚刚脱贫 他的父亲身患肿瘤 做过两次大手术 母亲下肢残疾 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而这些黄文秀从未和任何人说起 这个手镯是他训职前三个月 为母亲定做的 这也是女儿留给妈妈最后的礼物 作为青年一代 我们责无狂奈 不获全胜 绝不受兵 乡村振兴 关键在青年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 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爱 岁末年初 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 再一次扣动了人们的心弦 一年来 一年来 许多人和事 感动着我们 一辈子深藏功名 初心不改的张福清 把青春和生命 献给脱贫事业的黄文秀 为救火而捐区的四川墓里 三十年年贺词 西西医院口当中 能有我的小女的名气 在主席的口中 在主席的身中 我就希望在普遍空间 赞赏上的人 听西主席的话 听长中央的话 以后做得比我们修 更加优秀 截至2020年底 全国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将生命定格在了 扶贫岗位上 热血与青春 跋涉与牺牲 他们奋斗过的这片土地 和生活在此的人们 终会永远铭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